智能手机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手机已经有2.5亿 而我们的人口是这个2.4亿 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们的印尼的朋友每个人都会有一台手机 对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网络的质量在这个亚太区域可以是最差的 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固网的使用呢还是比较多 然后这个移动的网络三级的网络呢还不够好 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这个互联网的使用 还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价值还没有足够的经济价值 所以说我们各利益有关方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上面做更多的工作 促进经济的发展 所以说从这个印尼的经验来看 我们这个环节讨论的重点 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呢我们多利益有关者的这个合作呢 可能比其他国家呢我们更加重视 因为呢我们已经在这个9697年 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本着这个精神制定我们的这个电信方面的政策 也就是我们的第五条款 我们觉得这样本着这种精神的讨论是很好的 我们也是有各方的这个独立机构的一些参与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介绍的话呢我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是要请我们的主持人 来给我们主持 包括Edil Upland 他是非洲互联网信息中心的首席执行官 谢谢主席先生 我就讲几句这个屏幕上放出来的内容 CFT的这个IGF改进小组 也是建议了每一个这个讨论会上面呢 要讨论一些具体的政策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提请公众呢 给我们提交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会这个指导我们的一些讨论 当然主持人也可以提一些自己的意见 但是我们也被要求要引导这个问答 要回答这些问题 要有一些比较确实的一些这个讨论的结果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讨论当中呢 能够得出一些共识 在这个多立有关者的合作上面 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原则 IGF应该也可以说是 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支持多立有关方的做法 所以我们必须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本着拿出主人翁的精神 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这样的讨论了 谢谢马克思 谢谢主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 特别大家如果熟悉IGF的话呢 这个多立有关者的这个或多立有关主义 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如果大家参与了之前的这个IGF的会议当中 我们也是看到这些词又出现了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我们要尝试做的呢 是要尝试去界定 有哪些重要的原则 包括这个决策的流程 或者说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 是真正是让它做到多立有关者化的 当我们谈到多方立有关者 或者多立有关者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只是谈到互联网之力 而且任何的事情 只要是需要合作的都需要这样的原则 只要是一些复杂的问题 需要共同去解决的都需要这样的做法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来界定这些原则 是更容易的让我们能够解释 他们去使用他们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能够从不同的立相关方 这个公民社会私营部门政府部门这里 能够利用他们的经验 来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因为我们深入看这个 多方立有关者主义在利用于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的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想做的是找到一些我们的共同点 在这个多方立有关者主义方面 找到我们的一些共同点 这样在这个我们每天的运用当中 在了解他们对复杂问题的影响当中 找到一些共同的原则 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对于这个多方立有关者主义的认识 在一些重要的原则上面取得共识 这些可能也是不同的这个群体已经有过探索的 我们希望让这个会议呢 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嘉宾来发言人 希望呢非常的这个互动性非常齐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当中来 我们会听到一些讨论 请大家也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关于这个多方立有关的主义 进行这个各自发表见解 然后有一些这个讨论 我们这个会议呢 请这个Matthew呢 给我们更多的细节 讲一下我们这个四个不同的一些部分 大家好 我是Matthew Scheer 我是民主义技术中心的 我想说我们这个会议的目标呢 是我们这个圆桌有一些这个空座 所以我也是鼓励大家坐到这个圆桌上面来 我们这里有话筒 这样呢参与比较容易 我们也有这个流动的话筒 如果大家有发言 你们也是可以举手 我们会把话筒递给大家 好吗 我们的这次讨论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 找到我们的基本的多利益有关方的原则 我们也要回顾一下 我们现在所做的 就像刚才阿斯阳说的 我们有几个参加讨论的人呢 会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些多方的基本的原则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一看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怎么样来执行这些原则 让它融入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 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是在多利益相关方多方的合作环境当中的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呢 非常欢迎大家发言 第三就是怎么样来促进多利益 有关方主义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参入进来 怎么样能够从地区国际的角度来执行 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主义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三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首先这个主席先生 是不是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些基本的原则 究竟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讨论的时间 我希望呢 大家能够更仔细的来说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执行这个 多攸关利益方主义的这个原则 从IGF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么做了这番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先来回过一下 从IGF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在利益相关方多方这个合作的原则下 IGF呢主要做了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小组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呢是编转了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原则 研究讨论了现有的这些原则 组织了各种研讨会 在UNESCO和其他一些机构呢 都召开了一些研讨会 来讨论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呢 有的是也是从其他的原则里边 综合起来的 我们也需要能够找到哪些原则 那么这个目的呢实际上主要是 为了能够促进大家的这种讨论 而不是就定下来某一个原则 主要是为了能够是讨论更加方便呢 每一个要发言的人呢 首先那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呢讲一下你们在这个利益相关方 多方合作方面究竟做了哪些的一个工作 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那么未来的工作应该怎么做 在IGF呢现在呢也在 这是这个我们刚才做的这个IGF 在利益多官方和相关方这个合作呢 所做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工作 那么一些原则 首先第一个是开放的过程 第二那就是有一个投入的过程 也就是投入的进程 让大家都能参加进来 第三点就是加入参与并先贡献 那也就是说每一方呢都要对政策决策 做出一定的贡献 第四透明度 那么在执行 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要能够保持特明度的过程 第五就是可信度 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机制 能够来进行平衡与制约 以便更好的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能够把利益多官方的相关方 多方的这些这个想法呢都融合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IGF工作小组所制定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 那就是要能够公开要投入 要能够透明 要能够在决策上达成一致 这是这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现在呢已经了解了这些目前的这些基本的原则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这些马上就要发言的人呢 可以来回顾一下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来用约发言 来看看我们做了哪些哪些工作到目前还没有做 好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希望把所有的这些说的话能够同时在屏幕上反映出来 我们是不是找一个麦克风前面 那附近有麦克风吗 能坐在麦克风前面吗 非常感谢 我是来自ICC 我们呢在巴黎在UNESCO呢召开了一个十家的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当中呢我们回顾了这些原则 那我们也有学术人员还有这个政府代表公民社会 还有非政府组织呢都提出了他们的这些建议 我们通过讨论呢也产生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建议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基本的这些原则的这个设计 那也就是基本的操作原则的这个 基本的操作原则 那就是要能够有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参与 刚才呢你在讲话当中 你也谈到过呢怎么样自上而下的进行设计 如何能够使得各方都能参与进来 参与过程当中有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呢都探讨过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进一步明确了 治理 网络的治理和在就网络进行治理 这两个呢其实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这个这些基本的格式 那么这些格式怎么样能够来决定决策的过程 那么应该怎么样进行磋商 如何能够提高人们的能力 以便能够促进更多的人参与 顾问小组在这个过程当中断起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个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做 诸如此类的问题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 现在正在我们正在做的利益相关方 这多方合作的这种模型呢 模式它是怎么样进行不断的变化的 另外我们还非常详细的讨论了 在这个多方合作过程当中各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讨论 这是在二月份进行的一次讨论 从二月份开始到现在 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也会再召开一个这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会有一些多方参加的这些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的讨论呢 也会对明天的这个讨论呢做出贡献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讨论 我们可以能够让 所有我们用的这些概念术语更加清楚 我们也能够进一步了解 就是这个利益攸关者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包容性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就这些问题做更多的讨论 非常感谢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听了他的介绍之后 是不是立刻就有一些想法 或者立刻有一些问题要问他呢 好 那我们就接着来发言 Riku Ameida教授 他是来自CGBR 在吗 那我们一会儿再请他发言吧 那下一位 来自APC 那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 具公民社会在这方面起草的这些原则 做了那些工作 非常感谢 我来自IPC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进行的讨论和他的进展 当然现在呢还没有做完 我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想法 这主要是在这个公民社代表公民社会的一些想法 我们在 在IGF的第一天 第二天呢 在IGF召开的前两天呢 我们也来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对于利益攸关方 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也进行了一些讨论 另外我们还讨论了一些 这个我们的对这些概念的这个不同的理解和共同之处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呢 都参加了讨论 如果我要是这个说的不对的话呢 我的同事呢 也可以帮我纠正 那么究竟多利益相关方指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过程是什么 大家强烈的感觉到 既然 一个利益 多利益相关方 是我们在网上实现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只是说是 应该是看作是民主的另外一种形式 多利益相关主义 实际上让更多的声音被听到 有更多的社会的公正 同时呢 它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民主参与 多利益相关方主义 它可以进一步的促进 透明 也能够使不同的意见得到更多的反应 当然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现在大家有些讨论 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呢 大家有些讨论 因为在这里边呢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主义 在里边也会有些意识形态的东西 在里边 比如说像共产主义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主义等等 这个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呢 也是很有意思 当然呢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关于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些讨论 那么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想法和评论 那么至于说是 多相关 多利益攸关各方的这个 参与的原则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的话呢 就应该能够使人们能够真正的参与到 这个过程当中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进行各方的磋商 人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权力 在磋商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而且呢 还应该考虑到这个透明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在公民社会当中 必须要执行的一些原则 从参与的这个角度来说 所有的这个制定的政策呢 都应该能够把它进行 非常很清楚的这个解释 从公众利益的角度来说 更是仁慈 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原则呢 就是问责 以及和它的透明度 那么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作为利益攸关者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这一点 而且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能够使得政府呢 可以更负责任 更要问责 那么对于政府 的这个问责制和 公民社会也许的在理解上呢 会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呢 就是责任问题 所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参与者的责任心 那么所有的这些 参与的这些各方呢 都应该负起他们的责任 来第三个原则 那么现在呢 其实也在不断的这个改他的说法 实际上呢 是不断变化的这个权力 在公民社会当中呢 我们认为在这个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必须是有一个非常公平的原则 第四个呢 就是程序的合适性 程序的这个正确性 那么第五个就是多样性 那么不一定要能够包括 那个正在参与的这些人进行讨论 同时要包括在现在的这个参与人之外的这些人 来参与进来进行讨论 那么至于说这些原则的这个制定呢 我们也达成了一些这个共识 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现在呢 也在网上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的这些文件 同时呢 我们也制定了一些原则呢 就是要能够尊重 他的人的这个基本的尊严 我就讲到这儿吧 在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工作当中 讨论当中所做的这个记录 这些呢 都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们请Lena 会从一个区域IGF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下 因为他们也做了一些制定的一些原则 有请各位早 我的老板也在这里 他的名字叫马肯发 是这个联合国欧洲专属 他也是负责 就是非洲的IGF 他就是在秘书处的工作呢 就是这个 呃 原理新约和EU负责的 我呢 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些回应 是我 根据我的经验 做的一些总结 因为我做过这个国家层面 这个亚洲区域层面 以及这个州一个层面的这个工作 我是组织过科特迪瓦的IGF 我还有呢 是这个呃 区域性的IGF的工作 所以呢 我想讲一下 首先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从上面开始 然后再深入的去做工作 也就是我们先让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参与进来 在非洲我们需要所有的非盟 这个相关方的参与 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一开始就参与进来 然后呢 及时的提供信息 我们也有过问题 就是说很多重要的信息 没有及时的提供 所以说呢 我这里要讲的一点呢 就是分享信息 并且要及时的分享 而且呢 要需要让大家看得懂的语言去分享 我们说现在也有这种说法 叫做IGF的这个 呃 术语吧 嗯 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呢 有我们说英语 法语 葡萄牙语 阿拉伯语 所以说也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种语言 你要能够让大家听得懂 看得懂 还有呢 鼓励这个自愿的 志愿者的参与 这个在线是我们做的比较好 我们知道IGF的工作80%是通过这个呃 志愿者的这个来完成的 如果没有这个志愿者的参与 也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个多方利有关者的参与 另外一方面就是远程的呃参与 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呃亲自的人过来 那么他们通过远程的方式就有还是可以参与 并且呢 在一些日期等等方面也需要那个有一定的灵活度 在内罗币 我们在因为我们有这个国家级别的 还有次区域的 还有区域的IGF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决定这个非洲这个级别的在全球IGF之前年底召开 这样的话呢也有足够的时间 让各个区域国家能够有时间召开自己的会议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通信的清单 这个通信的这个呃名单一定要有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呃沟通的一个基础 呃 我们很多都是来自于开源的这个社团的一些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本着开源的精神来参与讨论 我们觉得这一点是非重要 非常重要的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还有呢 要有一个网站 我们就这也从内罗币的工作当中学习到了 有些IGF还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网站 这呢 其实是一个拖了后退的 如果说有自己的网站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把很多的信息都放上网 最后呢 我觉得根据我们呃 今年的一些经验啊 来看啊 马尔卡姆有一段时间他很愤怒 他给大家写信说 我们这是我们收到的钱 这个利益官方给我们多少钱 呃 这里给了多少钱 一共这么多钱 也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对我们非洲来说呢 特别重要的是 就是在沟通当中 我们要知道 来了多少钱 从哪里来了多少钱 这样的话大家都会闭嘴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呢 谢谢您呢 这个 说到 让IGF做的成功 需要哪些重要的工作 并且 必须要支持这个多利益官方的做法 我们接下来呢 谈谈 Vegilometer教授的发言 他不在场 那接下来请Marcus 我们谈一下啊 一些这个原则的一些看法 是IOC的这个 发言 我其实想请John来给我们 他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谈到的一些原则 后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请John可以来给我们来谈一下吧 谢谢啊 Marcus 好的 在谈到原则这个问题的时候 以及谈到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的一点 其实在前面的发言人发言当中也提到过 谈到一些基础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 到底什么是多利益有关者主义 我们 在用于这个互联网工作当中的时候 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们有时候呢 讲到我们在这里解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谈到温室气体的排放 南极洲的管理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都是一些共同的目标 那我们是决定的通过多利益相关者的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接触和交流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呢 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各个多利益相关者之间 这个他们的目标需求 我们也要理解这个 在互联网当中使用这个主义 跟一般情况下使用的差异 我们很多人都在用这些词 在这个屏幕上面 谈到什么 开放啊 包容性啊 参与性啊 透明性啊 问责啊 等等 所以我觉得 关于这个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如果说 说 不用去专门说是这个互联网环境下的多利益相关主义 觉得应该从一个总体的角度去考虑 而且我也注意到呢 我们用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这个其实有些意义是重复的 所以说 比如说这个问责制 你肯定要谈这个先谈透明 如果说没有这个透明性 肯定也没有这个问责制 另外 还有有些这个开放包容性和参与性 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其实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大吧 所以到底什么是这个多方利益优感者参与的一个机制呢 所以可以不用专门盯着这个互联网这个课题 可以通过一个放置四海阶准的这一套方式 用一套原则来考虑这个多方利益方的这个合作 然后再把它放于这个互联网的环境下面 然后再可以看除了这个机制之外 还需要哪些的原则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多利益官方的这个方法搞清楚了 之后就更容易一些 谢谢 我也说一下 如果大家想发言可以举手 我们也想尽可能地获得大家的一些意见 我是IT4Change的这个代表 我觉得我们也是很欢迎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完全同意John的说法 我们谈到这个多利益优感方主义的这个概念 如果这应该是全球比较成熟的一些原则了 不是说专门替互联网 应他往来考虑 当然最近呢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工作 特别是蒙子维迪亚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 就是说在我们目前这个讨论上面 对我们什么特别的意义 实际上这个多利益优感方的参与呢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历史了 像这个世界银行的一些做法等等 一些工作 我们需要那个因为要做一些工作 如果说影响到其他一些人一些行业 那我们做的时候需要有多方的参与来考虑它的影响 然后现在我们也把它提升到一个治理的方式 实际上我们看的是民主和这个多方利益攸关者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我昨天呢听说它应该是民主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应该就是用本的民主的原则 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 那么在这个多利益优感方主义的过程上 如果它是民主的一个工具的话 它必须要展示出它真的能够增加了那些一般处于弱势的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声音 他们可能原来没来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代表 只有这样的话呢 他们才是真正成为了民主的工具 所以必须有一些原则 把这些所有的原则作为一个这个衡量 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影响到这个边缘化群体的这个代表和权利 那么相关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关于决策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考虑 本来它到底是不是可能 它是不是应该去执行 我们看到呢 如果说我们看的是在这方面要取得这个共识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一些现有的一些主要的权利 可能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已经占主导地位 他们可能不想放权 那么可能共识也不可能达成 但是我们可能只是说我们有些东西呢是既定的 可能也没有办法改了 谢谢 我们有两个问题 然后请来就发言 谢谢 来就发来自于这个icon 我说几点 我也不想引起太多的声音啊 实际上我是觉得要界定多利一项官方的方法呢 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是适得其反的 我当然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有好处 我觉得 Mathie前面谈到的这些原则呢 确实 是我们应该 这个采取的 那我们icon 我们觉得这个流程是挺复杂的 就是各个利益相关方他们之间互动 不能说是完美吧 但我觉得至少我们有这样的流程在不断地演变 但是 为什么是我说我们应该小心呢 因为 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必须要捍卫的原则 什么是多利益有官方主义 什么不是多利益有官方主义 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流程 能够让他的这个过程更进一步的这个缩短 利益有官方呢 当然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大家看一下10到15年以前的政府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么政府在涉及到对话 涉及到合作 涉及到这个多方合作的时候呢 他们的态度那时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旅程上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我们应该是怎么做 我们想要做的实际上是希望能够透明 希望能够进一步捍卫我们的原则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多利益向官方主义呢 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 但是呢并不是说在任何一个阶段当中 都必须要实行多利益向官方主义 那现在我们好像是在这个屏幕上的数据稍微有一点点技术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立刻解决 Adam 现在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做记录呢 Adam 好 请你发言 非常感谢 各位早上好 我只是想再继续谈一谈 Nina刚才说的 因为RGF呢 已经召开过 RGF非洲呢 已经开过两次会 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书 我可以现在给大家 或者呢也可以在开完会之后给大家 看大家的方便吧 那我觉得 如果方便的话 你能现在给大家吗 我好像这儿带的不多 其实里边说的呢 主要是有几个 就是公共的参与 应该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呢 都参与 而且呢 这个机制应该把它正式化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的目的 应该从一开始 就是各方都同意的 我们在进行磋商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是在任何一个政策制定开始就有磋商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有进一步的磋商 那么每一个利益相关者 都应该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结构 架构是什么 那么他也应该能够在这个透明的基础上 向他们自己的主办的这个组织进行汇报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都应该由大家的参与 多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应该能够促使所有参与的人 都能够进行很好的沟通 所有的各方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应该做到这一点 那么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年轻人的参与 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 还是各个技术方面的 或者专业方面的这些联盟 都应该考虑到这些各方的参与 刚才Nigel提出了一些 问重要的这个发言 那么我就想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说几句 我们不应该太僵化 我们要能够就 各种不同类型的多利益 攸关主义呢 进行一些讨论 我们有些原则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呢我们应该也能够看到 一些在现实当中的例子 我们在明天呢 这个问题呢 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 必须要能够大家来讨论 那就是我们有政府 那么有这个学术界 那么有的还有这个公民社会 那么有的呢 是把它放在利益有关方里 有的呢是不在利益有关方里边 我们认为在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能够把所有感兴趣的 各方的想法呢 都把它包括在里边 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你制定的这个原则 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尊重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Civill 你想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 非常感谢Marsu 我叫 Satiu 那么我是来自一所大学 那么我听了25个不同的这个国家 所做的这个介绍 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案例的研究 那么现在呢 在网上的人口开始越来越多 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有一百万的人 能够加入到这个网络的世界当中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能够有更好的相互之间的了解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刚才呢我们也提出了一点呢 就是要能够在各个所使用的这种各个的术语上面 那要能够有进一步清晰的定义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刚才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在进行多方攸关这个有多攸关利益方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究竟是能够听到了谁的声音 没有听到谁的声音 那么在谈到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这个当中呢 谁的声音是更重要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声音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指出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边呢有这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呢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更多的考虑到透明度的问题 而透明度呢对于一个共同的声音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们也希望呢在这里 我们不仅要听到这些发达国家的声音 还有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 我们必须要能够是有包容性的 要是有透明度的 这对于IGF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IGF呢正处于历史的最重要的关头 我们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需要能够找出来 并加以解决 我们在印度呢也有些这方面的经历 在印度呢我们和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呢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礼貌 那么他们会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和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 进行了这个沟通 问他们他们希望的英特网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那个做需要做的 我们也需要能够有一个平台呢 同时呢也要能够有这个真正能够代表这个立项官方的这些人 不管他是新部门还是公民社会 还是这个年轻人 我们在讨论治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知道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在这个民主的这个过程呢 进行更好的这些讨论 那么政府呢应该能够建立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呢 对其他的利益攸关者都是有益的 在这里呢我还有一点要指出的 就是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非常也是跟别的这利益相关者是平等的 我们在这个图尼斯的发图尼斯的这个声明当中呢 也提到过 那么在所有的这个决策制定 还有在其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都是需要各方利益攸关者呢 都是平等的 那么不仅在实际的世界当中如此 在网络的世界当中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其他的选择的 那么在对于政府来说呢 它并不是创造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而这个网络实际上呢 是由大家通过公平的透明的原则来创建的 所以在我想说的呢 就是想进一步能够强调 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呢 大家应该是互动性更强 应该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沟通 大家更好的来了解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有三个字我想强调 强调 这三个字呢 是我们经常会用的 正对于政府来说呢 那就是IG政府 IGF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非政府的 非政府的部门呢 也会积极地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那么对于做学术的人来说呢 他们也会讨论到要这个如何来考虑 如何来这个创造 如何来树立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价值观 那么不同的利益攸关者呢 他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这个利益攸关者呢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优势呢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协调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公民社会其实起着是巨大的作用 Nina刚才也说过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能够更多的信息的分享 同时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非常感谢 好 下面我们欢迎在座的各位 做评论或者提问题 如果有任何人希望能够讲发言的话 那么就请你举手 我叫Martin Sorry 对不起 Marsu 我们好像还没有太多的谈 好像从地区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就这个 从地区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呢 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呢 好 好 John刚才说的问题 我接着再说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系统性的研究 以便能够对利益 攸关方多方主义进行更多的讨论 我们所研究的 是由Ibert Stifton来主导来研究的 我们所做的研究呢 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合作伙伴关系 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 那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并不是说这个多利益 有关方主义呢 都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把车放在前面 把马放在后边了 我们要考虑到多边主义 多语言主义 多文化主义等等 一般来说 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都是 我们怎么样进行更好的 合作伙伴主义 我们怎么样来执行这些 伙伴的合作 那么我们的研究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在这其实呢 在这个多边合作 在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当中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找到 这个完全共同的一个目标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目标 另外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扭曲的 这个扭曲性的这种竞争 有扭曲性的代表性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好像是在这个相互的之间 补充 但是实际上这种补充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有的时候好像政府在逃避 他们关于人权方面的责任 那么我要说的呢 其实就是不能让 把车放在前面 把马放在后边 在不同的阶段 应该是有不同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 其他还有没有人要补充发言 Joy 我只是想 谈一下呢 刚才我听到的一个比较 几个比较有用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 我们在 利益 攸关 多方主义的这个光页当中呢 谈了很多 那么在这个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其实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对于 多利益相关主义的一个共同的理解 我们可能是同意 可能是不同意 我在这里呢有一个建议 那就是我们应该来考虑一下 多利益 攸关 方主义 那么它的质量究竟是什么 究竟 有哪些原则 我们觉得是重要的 怎么样能够来给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多利益 攸关 方的这样一个过程做更好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进行这种对话 不仅是关于这个过程本身是怎么样的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看 我们对于整个过程它的质量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坚持 另外 我们在这个讨论当中呢 也有了一些这个对于IGF本身 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谢谢 好下面请罗伯 罗伯代表公民社会互联网治理协会发言 我想提一下我们有一个研讨会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例子 我们叫做这个事件管理这个概念 我们这个讨讨会呢 叫做多方利益有关方的选择 选择流程 和问折制 和透明度 我们看到事件呢 其实是一个冲突 是由于这个透明度不够 大家之间的理解不够 形成的冲突 因为多个这个利益相关方呢 可能这个出现了一个不信任的局面 关于这个代表性的这个流程啊等等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后来呢 我们就是与这个各个方面一些非政府组织 进行了联合举办了一些这个研讨会 我们研究的呢 是有哪些的原则 能够具体的 让我们有这个责任 问责制 有这个信任 有透明度 这样让我们可以让大家 真正的建立一些信心 觉得他们是有了代表性 他们不仅仅是满意 能够就是帮助他们代表 他们的那些与会的代表 但同时呢 也能够让他们信任整体的一些体系 这个整个系统 让他们能够有信心 能够把所有人的意见呢 都是能够代表出来 能够带到带到这个讨论桌上面 那么在接下来 一二七 我们这个 在这个午餐之后 会有这样的研讨会 谢谢 Leslie 好 谢谢Masiel Leslie来自这个英国 注册机构 从我自己的代表 经验 并且呢 我们也是 跟很多同事共事的一些经验呢 我想欢迎 我们的这些原则 在这些原则当中呢 已经有了 代表了很多的这个思考和讨论 我想提几句 我注意到呢 在最后的几条原则 有一些关于决策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传统上来说 IGF是一个多利益优关者的模式 并不是特别关注决策 这一个方面 所以这可能是比较新的一块 但是对我来说呢 在一个多利益优关者的环境下面呢 可能也会 有时候会比较有挑战 使得这个决策呢 还更重要的是要 这个及时的决策 因为你如果说 要等着大家都同意 再做出决策 可能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第二点呢 是关于这里的一个措辞 我比较幸运 英语是我的母语 但是即便是用我的母语来看 我觉得这里有些措辞 还是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我建议呢 可能我们在措辞方面 还是要达成一些一致 可能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比较好 比如说在问责质方面 我们做过一个比较小的案例研究 因为有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 这些研究 可能我们这些原则 要真正让有血有肉 不要让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 这样比较好 谢谢 那我们就再听一个发言 接下来我们需要这个再往前这个继续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毕竟有限 谢谢 我是Villapartia 我是替AT&T工作 同时也代表这个我们的行业协会 来自于这个新德里的一个协会 抱歉 我想剪一下我们这个讨论的一些不同的模式 实际上现在呢 对于巴西的CGI的模式呢 有很多的讨论 认为这是一个这个多立相关者模式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我把这个拿近一点 从我的经验来说 我这个在印度的这个ICT行业工作了18年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但实际上我想说呢 我们到有一个 甚至可以说有个更强大的一个流程 能够让多方利益 香港方参与进来来帮助决策 这是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法定的一个流程了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国家可能传统上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托伤的制度不是很强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到法律里就很重要的 我觉得在我们印度的这个电信法案来说呢 这也是这个政府在这个电信方面做这个行政这个决策的一个法律 包括这个英特网方面的管理 这个电信运营商必须要有一个透明的方式来运营 而且呢 它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反馈呢 他们也必须去考虑 如果说如果他们相关方觉得他们的建议 没有被这个开放透明的方法进行考虑讨论的话 他们是可以让这个跟政府去打官司的 然后这个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确实是扭转了一些做法 所以说要加强有意义的参与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特别是在政府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觉得可能有成文成法律的一些让政府承担起这样的意义 可能是很重要的 这个还不是说这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模式 但是确实相当的有有效 在决策方面呢 我们有这样的法律的义务 当然也有开放式的磋商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谈到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呢 这个讨论会继续下去 不断的有这个新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当政府做决策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负起责任 能够反映出他收到的一些这个 这个的一些意见 包括他拒绝的一些意见 他也要能够公开透明 这会加强这个对这个理机制的一个信心 最后呢 我想说有些国家可能这方面还没有非常的成熟的话呢 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写到法律里面 可能是比较好 这样可以有一个回溯机制 谢谢 谢谢Mark 好 那么请Mark来说两句 然后就接下来 好 Mark来自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 我们也是负责制定我们的互联网治理的政策 以及参与这样的像IGF这样的论产 以及参与这个ITU的一些会议 讨论关于包括这个联合国等等各种的场合 我们都是积极的参与 有关互联网的各种问题的讨论 关于这个多利业官方的这个讨论呢 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这方面的讨论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从前面几位的发言人那里呢 再进一步的谈一谈这个英国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们呢 在英国政府里面一直是关于这种立法方面 有一个这个很好的磋商的一些这个传统和文化 有些比较成熟的机制 包括这个绿皮书白皮书 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如果大家任何的有这个立法的体验呢 我们是非常关注各方面的意见 在这里方面呢 我们也是成立了一个流程 是用于跟利益相关方的磋商 我们的部长呢 也是在这里发言的时候也是提到了 我们有这个互联网这里的多利益相关方 顾问小组 我们叫做Magic 这个缩写 这个小组呢 也包括了40个代表 来自我们各个这个政府部门等等 因为我们互联网对其他的政府部门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然后它覆盖的面影很广 所以说我们是将所有的其他政府的同事呢 也是让他们这个跨部门的合作 我们也有这个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学术专家 所以这个小组呢 我们是定期的开会 我们的议程呢 主要是根据互联网生态系统里发生的一些动态来决定的 比如说VSIS啊 包括IGF的工作啊 ITU的这个高级别 下个明年4月的高级别会议啊 所以说我们的内容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是看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我们也是问大家的一些想法 我们可以发布一些这个文书 然后我们也可以更有信心 就是说目前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也了解我们各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如果说有分歧 我们来进行讨论和分析 所以在这个国家层面呢 我们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在欧洲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论坛 Euridic 我们的这个欧洲的互联网这里的对话 叫做Euridic 我们也是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积极的参与讨论 然后在英联邦的环境下呢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虚拟论坛 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活动 没有一个可以说 没有一个英联邦的IGF 我们也是来到这里 来到周五早上来到巴黎 然后呢 我们就是怎么样 让大家更多的参与了 又是切实的这个对话 IGF并不是一个决策的论坛 那它是把潜在的合作伙伴 召集到了一起 成为一个合作的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 我们在周五 我们的会议上会谈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个英联邦的这个举措 然后呢 我们这里在座有所有的这个国际的合作伙伴进行能力建设 以打击网络犯罪的方面的工作 I CAN 欧洲理事会 联合国毒品药品署等等 以及现有的一些英联邦的一些机构 比如说英联邦的秘书处和英联邦的电信联盟 他们都是参与这个工作 都是有一些非常开放式的讨论 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英联邦的互联网这里论坛 我们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有了很多很有益的一些这个成果 确实也一非常开放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的采取了许多的行动 所以说我只是想简单的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 对话这个不断的各立相关的参与 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有一些非常切实的行动 谢谢 interesting 好像还有人举手 我也看 看到还有人举手了 现在呢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节省时间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同的地区的代表性 我们也讨论了这个 这个多语言的这个多样性 如何能够促进一个各方的这个参与 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进一步促进这个多立与相关者的这些合作等等 我们也都强调了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透明度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方他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 现在我想 我们是不是看一看 我们这些发言是不是都记下来了 上边是不是没有丢掉的这些字 那么现在在屏幕上的这些字呢 可以记录下来的这些字呢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讨论的这些问题 那么大家看看有没有丢掉的东西 那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讨论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注意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大家都集中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核心的原则上 现在呢我们也开始进一步讨论怎么样能够执行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原则能够转换在 网络治理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的不同领域里边 那么这取决于这个环境 而且呢要取决于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就像Mars有说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 就要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些字 是不是反映了大家的这个想法 在所有的这些记录当中 有哪些是可以应用的 使用的 哪一些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也是我们这个讨论 这一节的讨论所需要做到的 有哪些呢是我们可以在 多力相关方的合作当中是可以应用的 如果大家看到 在这里呢看到呢 就是哪些是大家已经有可以达到共识的 哪些是没有达到共识的 如果没有达到共识的话 这些挑战究竟是什么 请John 请John John 好 现在 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的这些记录 我 注意到呢 我们在决策的机制 以及怎么样来促进 透明 那么怎么样能够促进在决策制定过程当中的信息的包括 但是呢这里边好像呢 没有包括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文件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仅要能够知道这个决定是怎么样做的 同时呢也要知道呢就是做决策之前的所有的这些信息上的投入都有哪些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太具体到的这个英特网本身了 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大家的参与大家的评论 以及这个远程的参与 那么在很多地方呢还是要能够在这个远程的参与或者说是这个公共的评论呢 这个呢还是一个必须要执行的一个这个做法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非常感谢John 你刚才在你的讲话当中 提到 那就是远程的参与 那么他们是不是在这个决定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足够的能够这个让大家看到足够的文件和足够的信息 那我就想知道这是不是能够做到 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那么在这个 里边呢就是的的确确呢是 这个是能够让所有的这个文件和所投入的信息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这实际上可以把它都放在 嗯 透明度这下边 透明度这一个概念下边 嗯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不同的权力还有不同的结构等等呢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能够达成各方的共识 那么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的这个进程来说 从政治上来说呢 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所有的民主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应该是这样做的 第二个就是多利益攸关方其实是一种参与民主的过程 所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工具 都应该能够积极地鼓励大家鼓励那些没有参与进来的人来参加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就 如果这个民主的过程本身它运作的不错 那我们就不需要对它进行改革 如果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做法现在不凑效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它为什么不凑效 我们就需要能够进行改变 所以这是呢我想要说的两件事情 这两个因素我觉得都应该把它包括在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一种参与性民主的一种方式 可以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非常感谢 所以在社会决策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有很多微妙的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我们会考虑在那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有很多的这些文字的记录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想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要考虑大家都说的这些内容 同时呢还要把它进行一些这个总结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我们实际的这个操作 我们怎么样通过实际的操作来说明这些原则 这其实实际上呢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听到了大家有些关切的问题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担忧的问题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在这个会议室当中的讨论当中呢 我们已经打争了一些这个共识 我们可以在下一阶段的这个讨论当中 或者甚至是在下一个IGF的会议当中呢 做进一步的讨论 今天的讨论实际上可以说作为下一步的开始 非常感谢Master 而在这个星期还有很多的研讨会 那么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讨论呢 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和贡献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讨论 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讨论进一步发展下去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怎么样能够把它转化成实际的行动 还有哪些要做的评论 非常感谢 我现在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想就具体的应用来说几句 刚才提到了这些基本的原则 那么这些原则呢可以说呢 在不同的利益攸关者之间已经从名义上已经说是达成了这种共识 有很多大家正在逐渐统一的想法 那么其他的一些利益攸关者呢 也对相关的问题也有这个赞同的这种趋势 但是我们在提到利益攸关者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提我们会涉及到利益 在很多的环境当中 在很多的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是会出现利益这个冲突的情况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原则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出现了这种利益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管理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达成共识怎么办 是那么有的那会说服别人以便能够达成一些这个共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不同的利益攸关方 它和民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能够在一个社会当中 逐渐的解决利益的这个冲突 也许不是说各方都满意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 它就意味着利益相关方的 有些方要做出一些牺牲 我所看到的挑战 尤其是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的 一个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来解决利益的冲突 非常感谢 我们大概还有两个人想发言吧 非常感业 非常感谢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当中呢 曾经谈到 有一些问题上呢 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个 共同的理解 比如说利益 有关多方的 这个 协同合作 我们可以说呢 在目前的我们现在分享的这些 基本的原则上面呢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这个 共识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讨论 以便在下一届的 IGF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能更多的考虑到我们所 现在所做的这些 这个工作 我们想可能是不同的人呢 应该是有这个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在做这个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 这些内容呢 都能够把它考虑在内 所以呢 我们需要能够 有一个这个做法 能够使得他们呢 在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能够真正的了解 所有的这些信息 我在这里呢 我觉得呢 如果要是 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如果呢 要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想法 考虑到 这些考虑在内呢 这应该是我们 在这个原则当中呢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外 John 最后你想再说几句吗 最后 再把它总结一下 好像还是有两个吧 我们先请另外一位女士 先发言吧 我叫Sala Tamanica Ru 我只是想跟大家 简单的 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会尽可能的简练 我们在 治理 网络治理 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治理的政策上 不管是在RGF 还是在其他地方呢 现在呢 情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呢 在对话当中 应该把它包括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要是从这个 你可能有这个政府的人 那么你也可以有 来自这个公司的 也可以呢 是有来自这个公民社会的人 但是呢 他们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 那么虽然呢 在一定程度上 他的声音是可以 被我们都能够听到 但是 那么他的理念的基础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 从更加高远的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最后要做到的 实际上就是 以人为中心 不管呢 是从这个公司的角度呢 他的产品要以人为中心 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呢 他必须要能够 来保护公民的利益 对于公民社会来说呢 他就是扮演一个监督者的 这种角色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 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新的观点 很可惜 我们这个没有时间了 Chall呢 希望你能够 把您的这个说法寄邮件给我们 因为没有时间给你发言了 Mathieu 好的 很抱歉 我们确实没有时间了 我们讨论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 如果说想继续发言的话呢 我们也会在这里会记录下来 未来也会反映出你们的意见 好 现在请我们的主席发言 谢谢Mathieu 谢谢Ideo 女士们先生们 我也是认真地倾听了 所有的这个发言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到IGF的这个工作当中 非常好 但是当然我知道 要做决定很难 也许在 比如说 你们当大家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们永远不会了解到 这里的这些讨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也是很幸运 在印度尼西亚 我的同事也提到了 我们有四百多个这个民族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语言 而且很幸运 是从我们比较小的少数民族 而来选出的我们这个官方语言 这也是说明我们尊重所有人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的这个基础也是这个这个求同存异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一代 其实也是有带来的这种新的这种文化 这种颠覆的这种文化 也在一切都在不断地变 环境也在不断地变 所以说呢 我觉得巴厘岛 我们希望这样的会议 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些这个 一些高层的一些原则和理念 然后在一些具体的对话当中 可以进一步的细化 好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 关于多方与有关方的这个合作的原则的讨论 到此为止也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主持人 阿迪欧 希望大家在巴厘岛生活过得愉快 我相信你们待的时间越长 对我们印尼的这个经济就能做越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